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經營長達14年的西門成品116 不抵年齡高漲的千萬租金 去年底吹起席燈號 業界盛傳將由國際品牌服飾接手 西門地標將換人坐坐看 再往前走進土步區 更可以看到日系韓系平價服飾 早已搶向一步進駐西門商圈 各立山頭 這樣高漲的店面租金 讓許多老店特色小店忘之却步 有學者憂心西門町 將會東區化 是否會失去以往的特色 而轉個鏡頭來到蒙甲服飾商圈 租金卻像是溜滑梯一樣 但店面能是乏人問津 租金兩樣情間接也反映出 兩個不同商圈的命運 所以看完了這一支影片之後 其實大家就可以開始思考說 租金上漲看起來是商業蓬勃 但是不是也有負面的影響呢 所以我就請教這個民通營運長 那實際上你現在遇到的是 租金確實在上漲 但是它帶來的正面跟負面的效應 大概是哪些呢 好 那麼這個是個蠻重要的議題 但是以正面而言 租金的上漲會帶來更有競爭力的這些店家來 表示他認為賺到錢 對 更優質的 他能夠吸引消費者來 能夠帶動更多的人潮來 這個我們也是期望 對 你租金太低了 這些人就是 不是那麼吸引人嗎 所以他沒辦法適應嗎 這個是正面的 那麼所謂的物盡天者 逝者生存 我們也常常跟聽他講啊 你要去改變嘛 怎麼樣去迎合時代的需求嘛 我們這邊都是年輕人嘛 就是品味啦 我常常有些跟聽他講說 你賣了排骨麵一百塊 人家賣了那個什麼 拉麵一百八 拉麵肉這麼薄 排骨這麼厚 可是拉麵要排隊 就是你沒有創新創意 你沒有符合 那個年輕人的那個需求嘛 你怎麼樣讓店經營起來 好玩又有趣 那店這樣子 消費者來 他就會有好的印象嘛 所以不在租金的高地 在於這個店家 他是不是夠優質 他是不是夠吸引人群來 所以我們的看法 比較屬於正面這方面 對於那些 你沒辦法適應的 那可能他就轉到巷弄去 他還是會在新門店申請 因為新門店人潮多嘛 對 那我們也很歡迎 有競爭力的人來 他會帶動更多的人潮來 只有往前走 不能去保護這些人 你說往前走 然後告訴這些 你一定要成長 你沒有成長 你會被淘汰 讓他有一點壓力在 這個商圈的未來 才是會正向的一次走 所以那要再請教啟豐兄 那這一陣子 整個蒙甲商圈的租金的狀況是怎麼樣 其實我們那一邊的租金是 是往下走的 那這個也是因為市場機制的關係 那我們 不只是我們這邊 像五分埔那邊 走批發的這一個產業的這一部分 它都呈現著一個衰退的狀態 因為淘寶實在太厲害了 現在很多人就是 即使是經營服飾店 很多人都是從淘寶批貨 對 然後批進來之後 加個一倍就來賣 反正看起來也很OK 對 其實我們受到這一部分的影響 真的很大 那我們整個 其實我們整個批發業來講 它的一個進展 本來是在地的在生產 那後來因為人工的問題 然後就到國外去 所以很多都是到國外去採買 那一般採買的時候 大家現在交通方便 而且資訊發達的狀況下 它都可以到堆岸 或是任何韓國日本 它做一些採買的這個過程 所以它在進去我們商圈 去做這個批發的這一部分 它就相對的就減弱了 所以這一部分的這個營運狀況 其實業者的這個心態 也要隨之的做改變 只是說它的改變的這一個速度 會不會跟我們現在時代的進步 這個速度會不會跟得上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商圈的店家 需要輔導 需要正面的給他們一個 一個這個產業的這個輔導的 這個最重要的這個目的 不然他們 或是我們這些產業 它都會遇到的這一些 外來的競爭的狀況下 而且各品牌都已經 大品牌都已經陸續來 而且它價位都是平價的 它已經不再需要說 來到我們蒙甲福斯商圈 去買低廉的價錢 它外面都拿得到 所以這個 怎樣去思考的時候 這大家都知道 這樣是相對的會往下降 那往下降的狀況就會 因應其他產業就會進來 然後改變我們整個商圈的心態 對 所以郭議員其實很特別 就你的選區裡面兩個區域 一邊選區這個租金上漲 另外一邊是下跌的 那以一個你等於跨兩個不同的區域 所面對的挑戰不一樣的狀況 你對於租金或者是整體兩個商圈的演變 你自己的看法是什麼 我們講到這個西門商圈這個租金 就是上漲的這個問題 我想租金上漲也會 這個反映到這個消費者的一個消費的價格 所以消費者他願不願意 就是同樣的一個商品能夠提供 願意掏出更多的錢 來去做這樣的一個消費 這個當然基本上可能這個商圈 他所提供的其他的 包括額外的一些服務等等 附加價值等等 是不是就能夠讓這個消費者願意 我花一點錢也沒關係 我就到你這邊來消費 所以剛剛我們這個理事營運長他講得很好 就是說或許這個正向來講 他就是一個競爭力 也就是試著生存不試著淘汰 我在我的價格提高了以後 我怎麼樣提供更好的一個服務品質給消費者 然後讓這個商圈能夠繼續維持 他的這樣的一個高的一個營運 我覺得這個是西門町商圈當中 可能要去思考的就是自製會的部分 就扮演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至於這個福利市商圈 因為就慢慢的批發的一個市場慢慢視為了 所以當然這個大家覺得這個地方沒有生意了 租金就隨便算算就讓你租出去了 這種情況之下當然感覺上就說 這邊就一片蕭條了 可是有時候這個危機就是一個轉機 我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當這個租金便宜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店家就願意進駐了吧 對不對 那如果他們進駐了以後 怎麼樣的剛好配合我們的政府一些相關的 有利的一個政策來去改變這個商圈 帶動這個商圈的一個繁榮的發展 其實我覺得這個剛剛好是他們 開始起步的一個好機會 所以雖然兩個商圈的一個發展型態不同 我強調的是這個商圈本身的一個自治的團體 是很重要的 它扮演的角色很重要 還有政府的相關的政策 是不是能夠有配合的地方 對 所以感覺上好像是落差很大 可是事實上市場它有自己的一個自然的機制 去做這樣的一個調整 那民間業者就要掌握那樣的機會 抓到結竅 我覺得這個才能夠讓你自己能夠永續經營 所以其實這個營運長這邊 對於規員也有不一樣的角度嗎 對 我是覺得商圈的發展 那麼我們也要有很大的承擔這樣責任 那我們新門町這連續四年都已經是第一名的商圈 我們常常想我們的動力在哪裡 所以我們從去年三月我們成立一個叫學習之旅 我們到各個商圈去參謀 叫他幫我們做導覽做簡報 我們來學習別人的長處 看看是不是來成為我們自己的優點 讓所有的這些來這邊投資的人 他覺得很滿意 如果這樣的經營能夠帶多更大的人潮來 他願意來付這樣的租金 其實商圈的協會 以我們現在感覺 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你如何自己能夠 人家說科皮商說 自己商圈自己救 你自己要投入更多 你去吸引別人的優勢 變成我們的長處 那消費者會願意來嗎 這些都是我們要去努力的 天下絕對沒有白吃的午餐 你不去奮鬥 成功不會掉下來 對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整個 從西門跟猛甲商圈 一路發展到這邊 他中間經歷的起伏 有的可以互相學習 但有的因為特色的關係 沒有辦法做複製 譬如說我們之前其實也有討論過 如果今天小子化 那孕婦或是孩童裝受到影響 要不要開始做寵物相關的商品 因為其實寵物商品 比人還要貴 你知道我最近我家養四隻貓 仔細調查 比我兒子買的衣服還要貴 如果你要幫他買衣服的話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 各種各樣 山不轉路轉 路不轉人轉的一個狀況 所以整體來看 西門跟猛甲 各在自己的轉利點上面 我們期待兩個商圈 都能夠找到更新的發展 祝福大家